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在收盘的时候成功的冲上6850点的高度 那么这一收盘价也是距离2007年澳洲的历史新高 6868点 仅仅只差不到1% 在未来很有可能澳洲股市将会伴随着降息政策的继续而创出新高 那么中国方面呢 昨天上海和深圳有轻微下跌 上证指数下跌0.1% 深圳下跌0.3%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基本上是原地不变 但是美国股市连续第四天出现上涨 道琼斯指数上涨0.1% 纳斯达克涨0.6% 最终大盘指数呢 是平均上涨到0.4% 那么在这个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由于股市的上涨目前下跌至1454美元 而比特币价格呢 则稳定在7500美元上下 油价在最近有轻微的持续上涨 目前一桶美国油逼近至58美元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猛牛乳业 中国的猛牛 我们知道呢 他先是收购了澳洲的著名的奶粉品牌 婴儿奶粉品牌贝拉美 在这个星期初期的时候呢 他再次宣布 他将会收购呢 澳洲的成人鲜奶品牌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呢 叫做狮子奶叶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他要连续的收购澳洲的奶粉品牌呢 那么事实上呢 在上个星期 我们知道澳洲的皇家 这个叫做海外投资委员会呢 是批准了猛牛对于贝拉美品牌的收购 那么我也给大家做到分析 这一次的收购呢 其实除了价格特别高以外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呢 随着贝拉美收购方案的通过 那么应该说是监管机构的通过 股东大会还没过 但基本上问题不大 那么牛呢 现在呢 再次宣布 将会收购呢 成人鲜奶品牌 狮子奶叶 可能这个在海外居住的朋友不知道 在澳洲居住的朋友呢 我们都知道去超市里面购买这个奶啊 牛奶啊 一般分为三档 一档呢 就是超市自由品牌 比如说是 扣斯集团奶粉这个鲜奶或者是沃沃斯鲜奶 另外一种呢 是最高端的A2成人鲜奶啊 价格呢 可能是超市奶粉 那就是品牌的两倍 但是在这低端和高端的中间 还有一种奶呢 价格呢 稍稍有些贵 但是又不是那么的贵 通常我们就见到的呢 就是叫做Pure啊 这个呢 其实就是这次 蒙牛乳液收购的狮子奶叶下面的一个品牌之一 包括像其他的这个澳洲最大的果汁啊 或者说是橘子汁或者是苹果汁 也是鲜榨苹果汁 Daily的这个Daily Juice 其实呢 也是狮子奶叶下属的一个品牌之一 那么为什么蒙牛这次收完了婴儿品牌 又要收成人奶叶呢 其实这个背景呢 我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下 我们知道在十几年前 我确切哪一年 我现在还真不知道了啊 中国出了那个三鹿奶粉的三具清安事件 从那次事件之后呢 中国大部分的家庭啊 只要家里经济有一定的基础 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呢 给孩子购买进口奶粉啊 宁可自己节衣缩食 也不会这个让孩子冒险呢 这个身上染上其他疾病 所以呢 在过去的十几年 其实呢 中国国产婴儿奶粉品牌 是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不仅仅呢 是利润的下滑 更带来信心的崩溃 最终很有可能将会整个行业 为之这个衰退非常严重 那么这样的局面呢 其实迟早会有所改变 在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中国的发改委联合多个部门 就出台了从政国内 就是我们叫做本土奶粉品牌 这个战略方案 换句话说呢 就是要从国家层面上 在资金上 在政策上 支持国产品牌 国内品牌 同时呢 限制国际品牌 在国内市场的发展 那么自从这个政策以来 实际上我们也就看到呢 这个贝拉美 就是之前说到被收购的那家 婴儿公司 申请了一年多的奶粉牌照 到目前还是没下来 其实这也和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那也正是得益于这个要发展本土奶粉品牌的政策 所以猛牛乳业这次呢 刚好是趁着这个政策的红利 钱国家的开发银行能够给 或者说其他的银行能够贷款 然后政策呢 又允许他进行大量的海外核心资产收购 说到这个核心资产收购 我们说一句题外话 在大概七八年前 中国著名的首富 小目标发明者 王健林先生呢 特别喜欢在海外收购 买了大量的什么酒店啊 这个农 没有农场 酒店啊 游艇啊 包括了这个电影公司等等等等 后来呢 这些收购 被统一称为非核心资产收购 逼着他呢 全部吐出来 那什么叫做核心资产呢 其实矿山 农场 奶牛 这些呢 其实都叫做核心资产 也就是和老百姓和国家利益绑定息息相关 所以因此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猛牛乳业这次收购的是澳洲的婴儿奶粉品牌 之后呢 又宣布将收购成人鲜奶品牌 这两大品牌 我们暂且不说 他这个下属的这些资产有多少 光是收购奶粉品牌 就是第一 符合现在的国家政策 第二 也属于核心资产 因此呢 他会得到国内银行包括政策方的大力支持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这个猛牛乳业 在目前澳洲大肆收购奶粉品牌的这个主要原因 他也是希望通过这些收购 来提升他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呢 提升他的品牌价值 那么说完了猛牛之后呢 我们还知道呢 在今年年底之前 澳洲将会有一个新的奶粉品牌上市 那么他的母公司呢 其实叫做Nutra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的新的奶粉品牌 叫Oli6 这个Oli 然后一个数字是6 很多朋友问我这个新的奶粉新上市 能不能买 它会不会像A2一样 三四年涨三十倍呢 那么今天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观点 可能是有错 大家请供参考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呢 澳大利亚的人口有多少 它不是2.5亿 它只有2500万人口 2500万人口 目前存在着奶粉品牌 有多少 如果我们所熟知的奶粉品牌 应该不下六七家 比如说A2 贝拉美 BOB Blackmore 包括爱他美 血巢 等等等等 我能数的时候 还有S26 就是辉瑞制药的 光是这些奶粉品牌 你说澳洲2500万人 每年能生多少个宝宝 有多少婴儿奶粉的需求 我想基本上就等于一个上海的需求量吧 可能还要少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一个新型品牌 你要从这2500万本身就是非常小的市场里面 糊口多时 从A2奶粉 从爱他美这些国际大牌里面抢出来 你说有多难 我觉得很难 因此它未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国际市场 那么对于中国的消费者来说 已经熟知了A2 熟知了贝拉美 也因为京东熟知了BOB 那么现在要让他们再买一个 完全不知道的新型的这个澳洲奶粉 不是说不可能 只是我觉得呢 很多的妈妈们 特别是对于自己第一个宝宝 他们宁可买的是最好的最贵的 通常也不敢轻易尝试新型品牌 所以说你要说这个上市能不能赚钱 我想很大程度上也许是能赚钱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绝不能说绝不可能 应该说很小很小的可能 它或许会有A2这么辉煌的股价上涨记录 原因也是很简单 第一澳洲本地市场基本饱和 第二海外市场它需要大额的资金和渠道 来获得或者说抢得 以现有这些奶粉巨头所拥有的市场份额 这对于一个新型品牌来说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澳洲奶粉行业 以及猛牛收购故事的一些简单介绍 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信赖 另外我们在这个星期天 我们也会在墨尔本举办一些 一场小型的精品讲座 主要内容就是由于上个星期 我们知道戴若顾比先生 他的时间有限 对于他所发明的两大技术指标的说明 比较有限 我们很多客户朋友 希望能够深入了解一下 这两个技术方法和交易的策略 因此我们在这周日 专门就顾比两大交易系统 给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欢迎您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报名 或者拨打电话8658-0603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